作詞曲 李妞辦 導演 隨著通關,逐步恢復正常和邊理 本樓的旅客數量接著上升 據政府資料顯示 今年上半年的房客數量達1,164.6萬人次 樓宿旅客達606.8萬 酒店住客亦达490.8万 不少旅游业界都认为上半年的业职上当理想 下半年则配合政府推出的多项性事活动 更多和深合区联成的一程多站旅游活动 以及旅游优惠措施等 相信未来可期 从上半年澳门旅游业运行的总体情况来看 几个核心指标都有很好的表现 从黑源结构我们看到澳门旅游业展现新的亮点 包括小团化、精品游、半自由行 在政府的推动和带领之下 澳门旅游业国界今年特别注重两个方向的开发 第一个积极开拓海外客源 第二个加强琴澳黄金通道和黄金旅游区的建设 我们对今年下半年的旅游发展充满信心并且充满期待 旅游业界累积的经验开始发挥它的作用 包括在线路的开发、酒店接待的创新 海外直入客源、琴澳合作、大湾区大合作 这些大的主题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取得新的进展 湾区的合作一展两地的签证便利 相信这个对澳门版会展是一个很方便的 因为虽然澳门现在有四万多间客房 但到了一些高峰期的话 其实相对的房价都可能会比较贵的 但黄琴和珠海其实还有三万间客房能够互补 亦都能够平衡一些参展的人员的费用 我相信对澳门未来 是办会展其实都是一个优势 现在来说其实旅客的数量是足以应付的 但我相信澳门现在要提升的就是我们的服务质量 正如旅游局在七月份开始也都推出了旅游大事你我都市 其实这个运动不是说只是对澳门 而旅客有一个良好的感受 他才会再一次重浪澳门 这样才能够将旅游业越做越大 下半年我们看到随着国际航班的增加 包括韩国和中南亚的航班加密了之后 相信下半年澳门的国际旅客人数 和全年的旅客人数都会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局数 相关的一些推广的政策和海外的推广的活动 都有助于我们吸引更多的旅客来澳门 在一程多站包括和横琴 包括一些1844小时通关的一些政策 我们亦都有一些不同的旅游产品的元素 包括一些高端的游艇的旅游产品的政策 和横琴区域之间的一些活动 我想在这方面主要可能随着相关的政策的落地 可能会给我们更好的一些 的扩展的空间 去增加一些一程多站的旅客 除了业界的支持配合 澳门旅游局也都积极出招吸客 旅游局局长文以华透露 今年将继续举办澳门国际烟花比赛会演 举办第十届世界旅游经济论坛 第十届不单只是一个里程碑 更是一个新起点 之后论坛会在澳门和海外地方每年轮换举办 池外幻彩耀毫光的时间也会延长到三个月 被更多居民和旅客可以参与其中 旅游局更会在大塞车博物馆中推出3D光影表演 联成澳门格兰披治大塞车70周年级客 在宣传推广方面我们都会着力下半年针对性做一些海外旅客 跟不同航空公司拔成了很多不同的合作模式 有些会有机票的优惠 有些可能是套票的优惠 有些甚至是联城港澳的一些套票 在活动方面就是海外宣传 所以一方面就是我们走出去 上半年到现在我们都做了不少的路展 我们将未 vivo recovery September 2018 正如来十四季希望在星马亚这些地方继续尽做路展 8月份开始会陆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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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担 在海外从海外生互积活 所以无论我们自身推广澳门的元素 或是我们更加希望结合如如我之 深河区或台湾区的其他城市 能够做一些联合的推广工作 接下来也会是不是不断推大 因为虻 hop countries 亦希望我们能够在澳门辐射多一些旅客 在澳门我们无法有大型的主题公园 我们可以利用到横琴的一些主题公园的设施 甚至来他们也会有更多新的设施落成 我们很希望能够做到一些联乘的项目 文旅汇展商贸产业作为澳门重点发展的四大产业之一 亦是重要的经济支撑 各界都应该发挥好旅游大师的游泥精神 策略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名片